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TDB的可视化工具叫做Workbench 那么这个工具呢是由我们团队开发的 目前在很多的这个工程项目当中 进行了一些实践和使用 从使用的情况上来说呢 对各个工程项目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将对这些项目过程中 发现的一些问题 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工具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方向 我的名字叫正强 我们来看一下 在RTDB使用的过程中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RTDB的使用的效率呢 首先我们经常会被提到 有时候我们登录了终端 但是经常依法记不住 特别是我们的实施人员 或者我们的使用RTDB的业主 他们的计划机的水平 有时候可能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他们对RTDB这个数据库本身的语法 记得不是特别深刻 这时候没有一个可视化的工具 其实对他们使用RTDB 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 RTDB它是以数型的这个结构 来显示它的模型的 以文本的方式 或者我们的终端的方式 其实很难去显示这样的结构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把RTDB的这个数型模型 以可视化的方式显示出来 这样就比较利于大家去理解 第三个是在RTDB的韵味过程中 我们会经常会发现 有时候内存现在使用了多少 CPU使用了多少 慢查询我们怎么去看 GVM的虚拟机 现在的状态如何 其实现在如果没有可视化界面的话 其实是很难去查看的 一些被专业人士 也是很难去了解这些信息的 无形当中为我们的韵味工作 和RTDB的使用成本 其实增加了非常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我们使用RTDB的时候 经常需要去插入 随机插入一些数据 来看一下RTDB的一些 运行的一些情况 这时候我们如果 自己去写代码的话 其实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的工具 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另外的话 对于我们的数据分析人员来说 其实他在使用一个数据之前 并不是说使用数据的时候 就会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接地 开发环境 直接去开发一个程序 其实他经常会 这一个用可视化工具看一下 这个数据本身的一个趋势 是一个我们知道RTDB的权限管理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的复杂的 他有就是对一个用户来说 他有各种权限 我们经常 就是很难记住权限的语法 也很难这个去给某个用户 用命令的方式去分配一些权限 这时候我们有可视化的一个工具 就会非常的方便 第一 能够很容易的知道 系统功能哪些用户 第二 这些用户具有什么样的权限 第三 我们可以给用户以可视化的方式分配哪些权限 这样的功能一旦实现了 其实对我们的使用的效率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我们登东中端之后 其实这样的语法本身 它是一种类似一个语句 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挺难记忆的 包括后面的数据类型 以及数据的编码 不同的数据类型会定义 会对应着不同的编码 这时候我们可能只有去查一些语法资料 才能够把这个别别写出来 比如说没有可视化工具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们去查看某个模型的时候 以文本的方式或者表格的方式 把模型本身给显示出来 这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直观 还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大麻烦 就是说我们去查看 我们的机械的CPU的一些状态 或者类传的一些状态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麻烦的 它们也有可视化的曲线 来展示不同时刻 类传CPU的一些情况 生成测试数据也非常麻烦 因为实际是需要使用这些终端 去生成 需要我们有一定的 这一个CPU语言的 或者其他Java 或者Paset语言的一些基础 并且会使用这个HTB 才能够生成数据 所以说对于数据分析者来说 还是相当麻烦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趋势的话 从可视化界面中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可视化界面 其实这也是非常难看的 所以基于以上的问题 我们就在想 MySQL有Levicate 还有Workbench 那IoTB 有没有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呢 但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在我们开发Workbench之前 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们开发Workbench之后呢 这个IoTB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可视化界面 所以说出现以上的一些问题的一个 其中的原因 还是因为中间的操作比较复杂 需要一个所见之所得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 来承载IoTB的一些功能 以使我们刚刚接触IoTB的同学 或者是已经接触了一段时间 但是不愿意记忆语法的同学 其实是有最重要的一个帮助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IoTB Workbench 主要有哪些功能呢 IoTB Workbench 其实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 或者说数据库的一个工作台 它具有数据的查询 修改善途 数据的导入 以及对于运位来说 非常重要的监控的一个功能 那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包括数据的连接 和存储处的增判改查 以及实体的一些录入 查询的一些录入 还有一些监控和监控各种指标 当我们可以实际看到 它的监控指标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丰富的 它的一大特点 监控数据本身也是存储 在我们的IoTB当中的 监控数据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时序数据 所以说天然的存在于IoTB当中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大致的一些界面的一些展示 首先的话 就是它的一些主要的特点是方便管理一些数据源 我们会发现左边其实有数据连接 一个workbench 它可以连接多个IoTB 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便 并不是说装一个IoTB 我们就必须要装一个workbench workbench 它像客户端一样 在连接着IoTB 一个workbench可以连接多个IoTB 并且我们可以给它分配不同的用户权限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减少我们的客户端的一个实力数 一键搞定存球组 存球组的建立其实用语法并不是特别 也是相当简单的 但是在这里来说的话 我们用可视化界面的话去新建存球组的话 就会非常地一个方便 怎么方便呢 待会我会给大家演示 需要输入一个存球组的名字 存球组的这一个把生命周期 其实我们就能够建立存球组了 同时建立到存球组之后 其实这个存球组下面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这个存球组下面有多少实体 这个存球组下面有多少物理量 也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没有这些功能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能获得 但是也需要去录录一个 录录很多的这个财神语句 并且查信语句并不是特别容易记忆 那你就需要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去 命运行里面录录这些信息才能够获得 效率来说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物理量的实体 以及物理量的创建 都是一些可视化的通过这一个表单的方式去做的 用户角色权限的管理 也是非常多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ITGBAR其实是一个用户权限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先创建用户 创建角色 给每个角色分配不同的一个权限 或者给某个用户分配不同的权限 权限的管理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清晰的 通过可视化的界面能够很清晰的 把权限给展示出来 并且给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角色去分配权限 我们可以看到 数型模型的展示其实是非常直观的 比如说数据连接A 某个数据库有这么多层数组 每个层数组下面有不同的实体 每个实体下面有不同的数据 我们都可以通过数型结构很容易的看出来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建模的过程中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就像MySQL当中的ER图本身 其实在这个页面实现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有一些技术难度的 因为对于IoTDB来说 或者对于实讯数据库来说 有时候某一个程度 下面的实体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我们曾经遇到的一个例子 在某个钢场当中有非常多的炉刺 炉钢 炉钢对应很多炉刺 每20分钟有一个炉刺 那么几年下来 几年下来这里的话 就会有上万个实体 上万个实体在整个镜面中显示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我们使用了一些前端的一些优化技术 才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同时查询格式化 这里其实如果熟悉MySQL 或者熟悉其他数据库的同学 都是知道的 在这里录入查询语句之后 下面就会有查询结果 那查询语句我们使用了一定的语法的一些解析 能够自动的把相应的这一个 你输入了select之后 再输入比如说他会提示表 他输入了表之后 会提示每个表演的字段 这些我们都是在我们的查询可视化界面 通过前后台互相的协同 来实现了这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功能 那右边的话 如果你记忆不住各种函数的话 右边会显示我们的各种区域和函数 基本上把RTB的所有的区域函数 都在右边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同时会有一些一定的帮助的一些功能 监控可视化呢 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加法线程 当然就是在RTB后台的加法线程的去监控 内存的一些使用的情况 缓冲区的一些 内存使用缓冲区的一些大小 这个对我们实时的去掌控数据库本身的运行情况 以及过去数据库的运行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想办法知道 过去数据库的运行情况了 就是因为有时候数据库可能在某个时刻出现了问题 突然又恢复了 那找不到原因 对吧 没有数据去记录 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前面这段时间 到底是哪段时间CPU比较高 哪段时间 比如说加法的线程数比较多 堆占比较多 这里就是非常容易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 有了可视化界面之后 其实对我们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OK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见面的一个演示 我把它这个 结束一下共享 我们把它转到 转到我们的这一个 把它转到我们的浪漫器上去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workbench的一个界面 其实 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界面 这里我们输入我们的用户命码 我们就能登陆到我们的workbench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workbench 我们实现了一套程序 可以兼容不同版本的workbench 这里我有0.12 0.13 以及我们后面的分布式集群 都是可以通过一个workbench 来支持的 并不是说0.13 0.13对应0.13的workbench 0.12对应0.12的workbench 不是这样的 我们后台做了这个版本的兼容 但这个工作其实难度还是有一些大的 因为0.12 0.13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无论是从以法上 还是说从0.13比0.12多的一些功能上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这里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新建一些连接 连接名 连接的IP 就章口用什么密码 就连通信测试 都是具有的 我这里是先建立了一个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打开这个连接之后 会发现这个连接 下面已经有了存储组 那这一个像 数据库的一个图标就是存储组的意思 现在这下面有两个存储组 当然你也提新建存储组 存储组的明界 存储组的一个描述 就是对这个存储组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存储组的一个时间 可以存储的吗 一分钟 一小时一天一年 我们这里比如说存储组一天 那这个存储组 它的生命周期就是一天 然后点击确定 那就可以新建了 这里先铺给大家新建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 这一个存储组 存储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实体 让我们可以新建 新建实体 这里是实体的名字 实体的一些描述 以及实体有哪些枝段 枝段的话 对于这一个持续数据库来说的话 其实 这一个一个实体下的枝段可能非常多 以我们的一个项目为例 某个钢厂的一个高炉 高炉的话 一个炉次 大概有一百多一个物理量 一百多个属性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 添加一百多个属性 那每个属性它都有数据类型 一般的说都是复典型 那可以去做一些数据类型的一些选择 可以去做一些编码方式的一些选择 亚述方式的选择 对这个物理量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去给一些中文的命名 那可以添加一些标签 当然这一个标签是可以添加很多的标签 所以功能上来说是非常全面的 非常有用的 这样点的时候我们点确定 那么这一个实体当中的物理量就可以兴建了 我们这里再回来看一下 兴建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能够看出 比如说看出这个物理量本身 生的这一个比如说实体的个数 创建的人以及创建的时间等等 都是两个看得出来的 目前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里是有一个物理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 没有数据 那时候我们需要模拟一些数据 进去或者导入一些数据 进去可以先可以点击这里 我现在比如说随机生成一些数据 我们100毫秒 生成一次 我们生成多了 生成比较300条数据 就确定 这里就会生成300条的一个数据 我们也做了 过了分页 分页的话 肯定显示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然后这里有一些筛选 因为有时候对于一个表来说 这里有一百个字段 有时候去看一百个字段 它比MySQL会多很多 用MySQL一张表里面可能还不会有一百个字段 但是对于实际数据库来说一个表里面 一百个字段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些筛选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一些简要的一些筛选 但添加删除都是G的话 有行业 所以说功能来说本能上全面 当然也可以把这些数据 我们导出去 导出去是可以的 OK 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一个 存储主来说 或者对数据库来说 我们会还有一些监控性的一些功能 监控性的功能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我们当时呢 加上了一些线程数 有三个这个程序 前代程序 是一个后台程序在运行 还有一些Demos 还有一些这个后台竞争数 还有线程的一些功能